我楚国派出了左徒屈原 出使我齐国 各位怎么看呢 听说此人已经快到了 这个屈原不过二十出头 承蒙雄怀赏识 给了他个左徒之位 此人不过是个诗人 成不了大气候 二十出头就做了左徒 还不成大气候吗 大王 大王 据臣所知屈原少羽失明 在全县任县影期间 政绩颇著百姓爱戴 那也不能拿我们齐国当刀使 天下此言到底何意 大王 楚国败给了秦国 却想和我齐国联手报仇 说什么合纵 还不是为了借刀杀人 真大起来 恐怕楚国就坐山观虎也未可知 天下此言差矣 大王 秦国要吞并天下之心 世人皆知 秦国吞并三进之后 必供我齐国 此番屈原连齐 与齐大力 秦国能否吞并三进 三进由未可知 即便攻占了三进 我齐国尤其是区区三进可以相比 大王 需防患于魏燃 魏燃之事以后再防也不迟 大王 合纵能否破秦我等看不清楚 不过眼前的肥肉可是真的 承上来 天下 这是何物 燕国布防图 大王 万万不可攻焉 此事攻焉如何合纵攻勤 俗相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想着攻勤 我齐国拿下燕国之后 国力大增 到实在攻勤又有何不可 到那时候 只怕天下都是我齐国的 大王 如今燕国正坐视天下之争 此事攻焉 若燕勤联手 我齐必复备受提 到那个时候 恐怕齐国将进退为谷 苏相 苏相 你虽被燕王赏识 可如今毕竟在我齐国为官 这天下之事可不能过于顾念旧情 你 天英 你这燕国布防图是从何而来 苏相 苏相不愿拿出来 天某只有再想别的办法了 你这是误国误军 够了 都不要再说了 公言之事 让寡人再想一想 不过 这接见处使之事 也以后再说吧 好 好